Hello 有沒有人進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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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移一移桌子 OK 等我share了 影片先出來 有沒有聽眾知道我們開始了? Oh OK 楊卿 你居然在 Hi Hello Hello OK 直播了 現在就是share的時候了 很快 來到的同學請打個招呼讓我知道你在 OK 不好意思 技術故障 即是遲了開始了 OK Right OK Let's get started Hello Jessica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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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 Lau Hello 兩個如果簡稱都是Jes Jess Chiffon Hello Emma Hello OK Ella Hi 老朋友 OK Right 我們等多少少朋友進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正經 開始說話了 OK 今天當然還是說膽固陣 永遠都說不完結的話題 對 由於字幕關係 Oh by the way 上個禮拜 我不是 懇求大家救我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做字幕 因為 我們的技術人員 肥仔 似乎很忙地幫 做字幕都沒有人幫我做 所以問極他都沒有人理我 但上次呼籲了之後 果然就有好心的聽眾兩位 三位 就自動請英 我幫你做 Thank you very much 還有能力高強 即是很快就已經有東西看到 還有 就說中英文都可以做到 還有書寫文 白話文都可以 Great 我想因為我們說的是白話 我們直接用書寫文就可以了 OK 講述症狀 聽眾朋友是不是都來七十八百 如果是 我們就開始了 OK 在開始之前 既然上次請大家幫忙是有用 我現在再請求多一點 就是如果有朋友 有聽眾 同學仔 是做Graphic Design的 是懂得拍照的 OK 出聲 麻煩幫我 因為我是不懂的 OK 需要大家幫忙 Thank you 好了 我們在這個 Herculean Task of Destroying 整個 Colesterol Hypothesis 的時候 我就要帶大家 去回時光倒流 去回什麼時候呢 就是十八世紀中期 OK sorry I mean mid 19th century 是的 的柏林 Berlin 那時候呢 夜媽媽 就是一個 那時候已經頗有名氣的科學家 叫什麼名字呢 其實你不能叫她做科學家 叫做 Pathologist 就是研究病的 病理學家 Yes that's the word Rudolph Von Virgil OK 他們就很努力地在研究 看什麼呢 夜媽媽 那個年代呢 在搞解剖 那麼 大家都熱燥 尤其讀醫的各位 那時候剛剛我們叫做 脫離一個 草本學的年代 OK 這裡我先說一兩句 就是 最初草本 herbology 是in the hands of women 是女人 上山坐藥 跟著去找不同的草本 那到 When a man took over ok he took the knowledge from women 跟著呢 they called us witches ok and that's how it happened 那後來呢 我就在街上看到一塊牌好笑 就叫做 We are daughters of witches you couldn't burn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 你沒有燒死到的 女巫的兒女 其實呢 他們是不是女巫呢 還是其實是 一堆婦女 自古以來 懂得怎樣 善用草藥 去幫助自己 身邊的家人啊 朋友啊 去 treat 一些 minor illness 你想想以前呢 其實是 未有醫生這件事之前 即是說外科醫生啊 即是今時今日的 modern medicine 的醫生之前呢 大家都是 ok 用草本去醫人的 這樣呢 而一個是 很便宜的方法來的 因為 你自己家裡 廚房 有太陽照的地方 你就可以種幾棵東西的了 這樣 蒲公英 Dandelion Marshmallow 然後 Willow Bark OK The Appala 然後 很多很多的 植物 你種了之後 你可以幫到人的 如果你有吃過 中藥的話 其實你已經是 在中世紀 被認為是巫婆的了 這樣 因為 巫婆師會拿一個 大的熔爐 在燒 在攪拌 這樣 如果你看過 以前的涼茶店 那就是他們做的 他在後面 就在煲一個大的涼茶 OK 好了 我們說回 那時候 已經是 Mid 19th century 在柏林的 我們暫時 叫做Rudolph 我叫做Friend Rudolph Rudolph 夜媽媽 他在做解訪 這一晚 他就會發現 一個 叫做一個大的突破 就是 咦 他拖開了 死屍的鹹魚 就發覺 喂 他裡面有 很大量的 動物內壁裡面 很大量的 硬了的 黃金的 東西 啊 接著 他在刮 在看 是甚麼來的呢 這樣 啊 膽固醇 原來這些是膽固醇 OK 那 既然在血管裡面 他一定是來自於血液裡面 啊 所以呢 他就將one and one 加起來了 那就是血液的膽固醇 是會失血管的 OK that's how it came out alright OK 那你就覺得 嗯 好吧 很聰明 被你發現了 原來血管裡面有膽固醇 OK 但是呢 那條鹹魚未必是因為心血管疾病死的 只不過 你打開了它之後 發現它 咦 裡面有膽固醇 在血液裡面 是硬化了的 即是我們今時今日叫做的 動物 觸氧硬化 OK scolarosis 好了 Atheroscolarosis 然後呢 過了很多很多年之後 沒有人再怎麼去讀 去讀 Rudolph 當日的發現 那就過了很多年 然後呢 起碼都五六十年了 就有另外一個大的 breakthrough 那這次呢 就不在德國 就在俄羅斯 那一個人呢 就是Dr. Nikolai Antiskutrov 我猜是這麼讀 那一個俄羅斯的研究人員 他呢 就拿了一堆兔子 然後就餵他們吃 這些高膽固醇的飲食方法 然後發覺呢 他們的血管呢 是增厚了 而且裡面呢 是很多的膽固醇 這一個呢 我們今時今日聽回來 就覺得 哇 其實 是不是就是science 那些 那幫小朋友 那幫小兔子 明明是吃齋的 你為什麼要塗這麼多肉 給他們吃呢 這樣 但是你不要管 咦 那時候的人信 那些人拜 就是這兩個人 親愛的Rudolph 和Nikolai 一個德國人 和一個蘇聯 sorry 俄羅斯人 就 kick off 了 kick start 了 這個cholesterol的hypothesis 其實大家都沒有什麼 怎麼理會這件事 就是大家都覺得 OK Good You found something 但是沒有人 將它連帶 放在一起 因為如果你看回 其實 Turn of the century 就是一百多年 去一九幾幾年的時候 所有的cote book 我可以舉些名字出來給大家 給一點時間 我先走一走 OK 沒找到 等等 那時候的cote book 都是call for大量的牛油 而那時候的牛油 它是以磅計的 不是以半塊一塊 是以磅計的 OK 等一等一等 Sorry 收到我了 OK Sorry 我暫時沒找到 所以我看回 給大家一點時間 大家先問問問題 好嗎 我一會兒找到 我馬上說 答大家問題 OK 1895年找到了 Thank you 1895年 有個cote book 那時候 這本cote book 1895年面世的時候 那時候的心血管疾病 是非常之低的 那這本cote book 叫什麼名字 是the Baptist lady's cookbook 美國出的 OK 它裏面有大量的牛油 蛋 豬油 1910年之前 整個美國 都是用飽和脂肪煮食的 而那時候的心血管疾病 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OK 低到怎麼樣呢 就是呢 是現在的 可以說是十分之一 或更少 OK 對了 那如果你說 我想知道 Keto diet 就是生酮飲食 這件事是何時開始的 其實1920幾年 就是美國的Mayo Clinic 那時候幾個醫生 一個團隊的醫生 想 treat 一些小朋友 有嚴重的癲癌症 那就發覺 被藥 被其他東西都侮辱 但是發覺 如果你限制了 它的carbs 碳水化物的 intake 的時候 咦 它的情況大大改善 甚至是完全沒有再出現過 這一種的 抽搐和經聯的情況 OK 但是不是1920年開始 先有 low carb high fat diet 出現呢 也不是 有紀錄 就是1797年 你想想很久了 不是1920幾年 1797年 一個蘇格蘭的軍事的外科醫生 一個military surgeon 他的名字叫John Rollo 他去醫治他的糖尿病病人 就是給他們low carb diet OK 另外還有些什麼例子 1825年 1825年 Sean Savarin 在一本書叫做 The Physiology of Taste 他寫出來 說他的病人 是不開心 因為他叫他們 要割麵粉 曲奇餅 麵包 薯仔 幫助他們減重 OK 再來 1844年 有個叫做 Jean Daniel OK 那本書叫做 Obesity or Excessive Compulence The Various Causes and Rational Means of Cure 他是recommend 是要避開碳水化合物 而吃多一點的蛋白質 去醫治治癌 OK 痴肥的Obesity 好了 到了1971年 就有一位醫生 Charlotte Young 他做了一個study 不是一本書 他的study 就說 With fewer carbs and more fat in the diet Greater weight loss are observed in subjects 在他觀察的研究對象當中 吃少了碳水化合物 而多些脂肪 是瘦得多了 OK 好了 那我們就說了 OK 我現在聽了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膽固醇 一個就是脂肪 另外呢 是心肝疾病 我們一直都覺得 好像全部的東西都有囊 好了 我給大家看圖先 好嗎 大家閉嘴一會兒 給你看圖 OK 這一個就是膽固醇 膽固醇 大家看到嗎 OK 好了 大家告訴我哪裏是好的膽固醇 哪裏是壞的膽固醇 在座很多高手的 我知道 很多醫護人員 醫生護士 和研究員 你們看到這張圖之後 會不會告訴我哪裏是好 哪裏是不好的膽固醇 是不是會告訴我 你會告訴我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re is only this and this is cholesterol 這個就是膽固醇 那何來好和壞呢 這樣 OK 人我可以回答你 人很簡單 就是 啊 他對我好就叫好人 他對我不好就叫壞人 對不對 Well 可以這樣說的 我想這個是傳統我們認定的方法 but truth is OK 壞人令我們成長 現在 OK 壞人令到我們realize 其實這個世界原來呢 有我們不認知的一方 他未必是全心要害你 OK 但是 他有他的agenda 他有他的所求 所以 他可能會 cause you harm 但是如果你的人夠spiritual 或者是你夠正面的話 你會覺得 經了事長一致啊 都未嘗不可啊 OK 而這些的傷害 這些的學費 是要交的 我有一次吃飯 聽到 後面一張桌 就說 贏之前你先要輸啊 這樣 我說得對啊 贏之前先要輸啊 在你未掌握到健康之前 可能你只要經歷一段時間的壓健康 which I think we have ok 所以你才會珍惜健康的可貴 你一輩子吃了很多的澱粉 到你cut out的澱粉了 你真的決定 我是要洗心甲面了 然後你才發覺 原來你的energy比起以前多很多 原來身體可以不發炎 那些關節可以不痛的啊 這樣 ok 那說回膽固醇 其實 是沒有所謂的好膽固醇 和壞膽固醇 你聽下去你會覺得 沒有可能的 醫生說有的 是不是 ok 好 沒問題 那我 盡量解釋給大家聽 好嗎 但在我未開始說之前 你先讓我喝一口水 那你現在看不見到這隻杯 看不見到裡面有些什麼 ok 好像寶石一樣 如果眼淚的朋友 而有逛街的朋友 你們會在一間名貴的百貨公司 叫做連卡什麼的 裡面見過他 ok 那這一個呢 我今天整個下午 就是把他們 上載到我的小店裡 這一個是寶石杯 德國做的 ok 那 有 充分的科學研究 就發覺 你把飲品倒進去之後 7分鐘 水裡面的礦物質結構 會變得好像雪花 即是很漂亮的結構 而且它的pH值會改變的 那大家可以上去我的小店店看看 或者你可以上網就這樣打 ok 這個叫Gem Bottle 它的牌子叫Vita Jewel 都可以的 ok 那 因為 如果像我這樣 我是那個麥倫 我是喉倫特別弱的 所以我就會選喉倫的顏色的石 which is 藍色 ok 去幫我strengthen 回到這裡 因為我盡量不想用膠瓶 那這個是無緣的玻璃 這裏面你不能碰到的 但你可以拿開洗的 所以看大家的 你身體哪一個部分比較差些 比較弱些 那我們就會針對那個地方 用它相關的喉倫 對應的杯 去拿來裝水喝 ok 看看大家的問題先 接著我就開始說 這個很困難的 這個問題 ok 稍等一會 很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看到張寶成說 老遠去靜州 有其餘跟我們分享 我的分享 我也很困難的 到底我在這邊分享 還是在另外那邊 另外如是我問那邊分享 我掙扎了很久 我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定律 因為為什麼呢 我相信 療癒 不是一定是透過藥物的 我盡量 如果找我做關注的 客人會知道 我盡量都不想用藥物 當然我也沒有能力開藥給你 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身體的治癒機制 令身體好 簡單的說 我們可以透過大地 大地母親 就是MOTHER EARTH 給我們的 例如植物的精油 例如草本 就是HERMS 接著 食物 礦物質 用這些大自然 給我們的東西 令我們身體康復 我經常都說 我們不是因為缺少了止痛藥而頭痛 我們不是缺少化療而生癌症 所以我們其實不是需要有那些東西 而是 我不是說他沒有用 當你的身體出現很嚴重的情況 而你身體沒有能力治癒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那種藥物的介入 但是 在我們的身體能夠治癒的時候 我們應該了解他 到底為什麼沒有辦法治癒 即有什麼阻礙了他 所以其實 我的研究是 做健康諮詢的時候 是六個範疇 包括飲、吃、睡眠、排便 包括其他的排毒方法 還有補充劑 有分外茶內服 還有運動 那裡面再分三個步驟 就是排除 什麼是排除 比如這件事會阻止你的身體復原 阻止你的身體去治癒的話 我們就想去除它 或者說 好 比如舉例 我有胃酸導流 原來是因為 這個叫做Candida Overgrowth 就是一種菌 在胃裏不斷瘋狂滋生 這個好像叫做幽門螺旋菌 Candida 那我就知道什麼是胃Candida 那我就剪掉了胃的東西 例如我剪掉了糖分 澱粉質 那它的蓬勃發脂便會受到阻炎 是不是 好了 那有什麼能夠幫助我身體 更好 幫助我身體自愈 啟動它的自我療癒呢 那譬如舉例 在這個情況 可能我會跟你說 你喝蒲公英茶 又或者說 你吃紅棕綠油 例如 又或者椰子油 因為它是抗爭菌 抗病毒和抗細菌 那這個就是第二步的 Restoration 就是加入 那第三就是什麼 就是維持不變 例如有些東西你喜歡吃 例如你很喜歡吃牛肉 那牛肉 可以不可以的呢 咦 原來可以 對你這個疾病沒有影響 嗯 可以 那我就會維持不變 你明白嗎 對了 所以呢 我們就會隨著六個方面 這樣就用這三個步驟去運行 好嗎 OK 那就看了大家的問題 那 就 關於療癒那方面 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 其實 是不是一定是純科學 還是有些最古老的療癒方法 就是薩滿的療癒方法 Sharmon Sharmonism的療癒方法 或者是古代女祭師的療癒方法 Color therapy Sound therapy Aroma therapy Aura Chakra 其實這些都是我有修讀的課程 這些都是我主公的範疇 只不過是 我要看大家的反應 就是因為這個節目 so far 都是strictly science 所以就說很scientific 所以大家接不接受 其實另類的治療方法 我們都有興趣聽 還是不要跟我說那些 這樣 因為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抑鬱症 我當然我可以用科學的方法 我可以講解給大家聽 譬如這個Gut brain connection 就是你的大腸和你的大腦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你腦裡面有什麼 的neurotransmitter 就是腦內傳導體缺少了 所以你會有什麼反應 這是精神科醫生會跟你說的話 但是 抑鬱症是不是單純 那麼簡單 就是腦內傳導體 某方面減少了呢 那好了 功能營養學的角度 會跟你說 可以補充什麼 可以說的 醫學的角度 是因為缺少什麼 都可以說的 但是如果你用殺滿的角度 那就是一個fractured soul 就是有些soul pieces 靈魂碎片 散到周圍都是找不到 就是中國人所謂的三文不見一七拍 那跟著 如果你用古代女祭師的方法 他會跟你說 因為你七個輪裡面 哪個默輪和哪個默輪裡面 失去了平衡 跟著我們叫做 是一個downward spiral journey to the dark side 那如果你要問我自己個人意見 我做concentration的時候 我問得很清楚 就是對方有沒有宗教信仰 如果他沒有宗教信仰 他open minded去聽的話 我自己覺得 古代女祭師的那個system for抑鬱症是很有效的 基本上一說出來 大家就說 下頭下頭下頭 是呀 是呀 但是 如果你是很signific的 那我就不說 或者說你完全接受不了這些所謂的 你覺得是V11的東西 譬如你是基督宗教 你接受不了的 那我又不說 但是我認為 in order to benefit more people 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受惠 更加多人可以得益 我覺得不同文明 不同時期 東西文明 古今的療癒方法 都應該要懂 即不是局限於這個角度 譬如 舉例說回抑鬱症 就是說 我可以拿中醫的角度跟你說 肝鬱 那中醫對於肝鬱的草本有些什麼 我不可以開藥給你 我可以告訴你 有些什麼草本 或者有些什麼位置 你自己不懂得做針灸 不要緊 你可以用捱咎的方法 去疏通 那如果在儒家來說 你是哪個默倫 如果是古代巴比倫 或者是Assyrians 或者是埃及女祭司 所以他們會跟你說 是哪個門 哪個神經濟的問題 所以 就是很多角度去看一件事 大家給我反應 如果你覺得 不要 這個節目我們保持純 是科學的 我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想多方面都聽到的話 Yeah, let's do it 你明白嗎? 沒問題的 好了 現在我們講一點膽固醇 就是 我們只能聽到 有很多種的膽固醇 at least 4種 現在聽到 好的膽固醇 壞的膽固醇 然後 total cholesterol 然後 the ratio of good to bad cholesterol 但我剛才給大家看了 Well, this is cholesterol and there is no other cholesterol This is it 那為什麼你說有好和不好呢 首先我們由最基本 最基本的 基本開始說 OK Colesterol是只溶在 不是水 Colesterol do not dissolve in water OK 那代表什麼呢 它是不會在血裡溶解的 它是需要 給東西裝著它 即是它要坐在一個潛艇 一個航空母艦那裡 然後在那裡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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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這個潛艇叫什麼名字呢 我開給大家看 那潛艇仔呢 就叫做 Lipoprotein 看不見到 Lip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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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你看到什麼呢 大隻字叫Lipoprotein 一個大波波 一個大波波裡面 其實很多東西組成的 有triglycerides 三酸金油脂 有蛋白質 OK 接著呢 phospholivids free cholesterol Colesterol Bound to fatty acids OK 那這個呢 說它是潛艇都少了 其實是一個航空母艦來的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逐個逐個說了 Lipoprotein 都有很多個認識的 聽著 technical 但是絕對關你的蛋戶上次 OK 最大塊的那塊 叫做 Clomicron OK 就是Clomicron 它是什麼呢 它就是 這一種 它是在你的腸 在你的肌裏製造出來的 就是當你吃完一頓飯 裡面有三酸金油脂 有脂肪 OK 它就會 裝著脂肪 然後咻咻咻咻咻咻 不需要經過肝 直接去到你身體的脂肪細胞 那裡 將那些三酸金油脂 送去那裡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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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OK 好了 然後呢 當你的脂肪 接收了 這個 Clicomicron 的脂肪之後 然後呢 三酸金油脂肪 塞了出來 OK 那會縮小了 它縮小了之後 就變成另一個尺寸 那叫做 VLDL OK 這個不是你在 你的 blood test 看到的 這些 很可愛 OK VLDL 就叫做 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那在哪裏會製造呢 就是你的 肌腸胃 和你的肝 OK 那 但是呢 VLDL 如果你做 blood test 或者一般 在 chemistry 在 就是 普通 你在醫學的角度來說的話 它不是叫它做 Lipoprotein 它會叫它做 Triglycerides 其實明明它是第二大的航空母艦 OK 第二大的潛艇 好了 跟著呢 它再下一級 就是下什麼尺寸呢 就是下到 叫做 IDL OK IDL 就是多個VLDL 再 將那些三酸金油脂 再 車多了一次 下客 就是14座而已 你明白嗎 14座 總站 OK 上了車 然後沿途 下客 就是這樣 OK 那 最大的那一塊 OK 我到現在都讀它的名字 讀得很壞 就是 Triglomicron OK 它呢 就是14座 坐滿了 然後 去到 第一個站 下了一群人 就是VLDL 再去到第三個站 就變成IDL IDL 又下了幾個客人 這樣 好了 有沒有人說IDL很恐怖呢 沒有 沒有 沒有人說這件事 那去到什麼東西又恐怖呢 這樣 接下來大家就會害怕 就是去到 看我有個圖給大家 找到了 OK OK 可以嗎 VLDL IDL LDL HDL 可以嗎 可以嗎 你看到裡面有幾個顏色的 有綠色 有藍色 有黃色 有紫色 就是因為其實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在裡面 很多不同的組成 很多不同的組成 OK 好了 當IDL再跌一級 它再下了一些客人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什麼呢 就是 LDL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哇 大家就很害怕了 到這個位置 嗯 OK 接著它再下了一級 就變成HDL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全部呢 都是Lipoprotein 並不是Colesterol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你看回這張照 OK 它是叫做Lipoprotein 它不是叫做Colesterol 因為它並不是單一的存在 所以為什麼我昨天 一下出一個post的時候 我說呢 其實是沒有膽固常測試 這件事 是沒有的 因為為什麼 等於你問我 美國最大的航空母艦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OK 如果有聽眾知道 你告訴我 這樣 上面有多少人 我可以回答你 OK 有個數字 它一定會知道 上面有四千人 例如說 如果你問四千人 是多少 個 是有加塞的 都可以回答你 OK 航空母艦 四千個Lipoprotein 可以回答你 但是 四千人裡面 有加塞的 都可以回答你 四千人裡面 有多少個有加塞 但會回答別的女生 我已經回答不了你的 你明白嗎 然後 四千人裡面 有加塞 會回答女生 但是 她不會出軌 OK 那又有多少個 我又回答不了你 所以就是說 當你看到它有一個Lipoprotein 它Shift up 上去脂肪細胞 將三酸金油脂 推了上去 它縮了一級 變成另一個尺寸 再繞一圈 再縮一級 再縮一級 越縮越細 等於你問我 航空母艦裡面 有多少個 是結了婚 有加塞 會看女生 但同時又喜歡男生 同性戀 但她又未必會出軌 喂 你一直這樣拆下來 其實是回答不了你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那個測試是一個Lipoprotein測試 不是一個Colesterol測試 行不行 OK 好了 先喝一口水 再看你的留言 好 OK 好了 我們繼續了 OK 所以有人問一個問題 很簡單 就是說 為何生酮之後膽固醇會高了 首先原因很簡單 你看回剛才那張照片 你就明白了 OK 因為你吃了進去的三酸金油脂 它不然就會混上去 它是會混送你身體的 Fat cells 成功等待被使用 OK 那你吃了進去 那麼需不需於混上去 那就就是一個人 叫上Lipoprotein負責混 zupełnie靠一rès 那是可固之心 病就有固之心 三酸金油脂 胆固醇乘搭顺风车 所以大家就说 为什么我吃了之后会高了 因为你吃了脂肪 脂肪需要运去脂肪细胞里 塞它上去 塞它上去的时候 胆固醇一直搭顺风车走来走去 所以你看到它增加 但它增加不代表 它会对你有任何的危害 正如当你的肝脏 抽出脂肪细胞里面的三酸金油脂 出来用的时候 这些Lipoprotein又到处走 又落客了 14座又到处走 它就一直放 它一直放的时候 胆固醇都会到处走 因为它要修补细胞 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 有讲过 之前很多集都讲过 你猜身体里面的细胞 受损了是靠什么去维修胆固醇 为什么人越大胆固醇越高 而是自然不过的事呢 因为你机器坏 年纪大机器坏 正常的 OK 那到你的身体很病的时候 它需要大量的胆固醇去维修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胆固醇很低 正如上一集所讲 如果有些人他是末期的癌病 或者外肢病人 或者肺炎的病人 OK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胆固醇低 胆固醇低 代表你身体要拿来维修的资源不够 你明白吗 大哥 就是 你的大脑里面 Synapsis 就是那个 细胞的全度需要胆固醇 你皮肤的细胞 所有东西 每一粒的细胞都需要胆固醇 你的身体里面 除了得上次讲过的 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老细胞 那种叫做 OK 你等一会儿 是 自己做不到之外 全部的细胞都需要 制造胆固醇 因为你身体极度需要这种东西 那好了 你问我 咦 但为什么它这么好呢 我们会被灌输说这种东西不好呢 I'm sorry to say 但是 一个 坏的比喻就是 正如所有宗教 都会告诉你 如果你不信他的教的话 你就会 很大糟了 OK 例如 信主会得永生 你不信主 你就会 得不到永生 OK 你就会在审判的时候 就会在另外一边 是吧 那你就会落到Purgatory 就是煉獄 对不对 那如果佛教的角度 我自己是佛教的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就会永远律回 就脱离不了苦海 对不对 好了 你发觉 一个信仰系统 well 包括医疗系统 都是的 OK What really sells is fear OK 恐惧 恐惧令到你信 令到你害怕 令到你会做你平时不会做的事 如果今时今日我真的抽悦 他跟我说你胆固醇高 我真的只会一口笑 我会说你不用抽悦 我胆固醇 阿高说 哎呀好啊 这样 因为未来的集数 你就会听到有多恐怖 OK 就是为什么 刚刚说了 就是为什么胆固醇测试 根本不是胆固醇测试 因为就是一只航空母船 4000人里面 有多少个人 可以回答你 4000个 多少个是比性格 我回答你不了 因为他可以不说 又或者说 有多少人结婚了 但其实是同性戀的 伤性戀 我不知道 或者他一直转了 又或者说 他是有太太 但他也有个女朋友 同时还有个男朋友 你不能回答 所以你不要再 我不要这么说 但是 我要带回头盔 各位都医治医生的专业意见 我一个节目 只是纯粹一个知识分享 并不能够取代医生的专业判断 这个节目 不是为任何人做任何的诊治 以及去医疗你的疾病 我的头盔戴了 继续说 你没有办法 透过一个所谓的 Lypoprotein的试试 去试试你的身体有多少胆股 明白吗 另外要说的就是 当你一集还没说完 时间又足够 否则又做不到节目 VLDL到IDL IDL再下来之后 就去到大家最害怕的 就是 Low Density Low Density Lypoprotein LDL 哇 很多人害怕 OK 我告诉你 这个myth 我下一集再说 就是 你以为 LDL 我妈妈是IDL 那你以为 哦 IDL少 LDL自然少 错 OK 因为无论IDL多少 LDL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最害怕的那种胆股讯 OK 低密度 所谓的坏股讯 是恒常不变的 Surprise 无论她 叫我妈妈 因为你说不是哦 你说每次她都是落客落客的嘛 14座落客的嘛 那为什么 IDL落完客 变了LDL 就是坏股讯的时候 那不是应该落了些客 就剩下少些客的吗 这样 不是哦 原来 不关事 因为她会再上客 原来这东西跟你肝有关 OK This is not something Your doctor would tell you And if you want something That your doctor probably doesn't know 其实呢 LDL 还有一个叫做 LDL Little A OK 其实就是叫什么 Sorry 其实应该正经名 叫做Lipoprotein A OK 这一个才是真正 大家需要忙的东西 并不是所谓的LDL OK 好了 那LDL和LDL Little A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呢 Lipoprotein A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它多了两种蛋白质 黏住在它外面 Let's not get too technical 因为我已经说到想混 已经 OK Lipoprotein A 是不同的 Lipoprotein 对 对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A Lipoprotein A 好了 接着呢 去到说HTL 再下一级 再细一级 那你就以为 不是哦 它负责运送回 一些 Colesterol 去回 You know 你那个 脂肪细胞里面 转回它上去 但是 My question is 哪个告诉你 它能够 铲得动 你动物足氧 硬化了的 那种蛋白质 你会不会太乐观 和太过 阿Q 如果硬化了 石化了 即等于你跟我说 你去博物馆 看到那块石板 里面有几条 鱼的残骑 你跟我说 你念一句 Omany 什么胸 或者念一句 什么就会翻生 It won't OK 因为它已经是 硬了 黏住了 钉了 正如 如果你的胆固醇 已经足氧 硬化了 如果在这个动物内壁里面 HDL 是不会产生 移动它 搬回你的细胞里面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It just doesn't OK I don't know why people even think it works It doesn't OK 硬化了就硬化了 硬化了的那些动物足氧 硬化的胆固醇 里面还有血小板 还有钙质的 你不说那些 OK 所以 There's a lot of fear OK That's been injected Into the general public 就是在大众 为什么是大众 因为大众没有 这个access to medical的database 就是医学的保护 你看到一些 独立的研究 不是给人赞助那些 OK 赞助了你都不知道那些 你看不到那些 那你就会相信这些主流声音 而那些主流声音 为什么会是主流 有人用钱 去将这个message带出来的 Please understand OK 而这个信息带出来的 有这么多钱的 往往就是药厂 OK 药厂很想你们害怕胆固醇 OK 怕怕怕怕 为什么这么好 因为你的胆固醇一定会高 因为年纪大机器 你胆固醇自然会高 因为你需要修补细胞 因为全身上下都开始坏 因为你开始步入衰退 你更年期准备要来 所以你的身体不想这么快 放弃生子的权利 那么他会多些胆固醇 去做sex hormone 他不想你的脑子这么快 暴飞老人之外 所以他都会做更加多的胃固醇 在你的肝固醇 其实肝固醇所有的细胞 除了脑神经细胞 Neurons 做不到之外 其他都可以 OK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你身体没了它不行 OK 未来 不知是下一集还是下一集 我是会讲 到底有什么research support 低胆固醇死得更快 OK 高胆固醇反而很安全 OK Yes Stay tuned 接着这个时候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 好耶 OK 好耶 好耶 三酸金油脂的铺珠 问是否有害 怎么会有害呢 傻猪 因为我们身体会用的 OK 三酸金油脂 OK Glaserol 就是那粒 绿绿三粒脂肪 和三粒子 其实这个Glaserol 它是part glucose 这个东西没什么人知道的 OK 就是金油拆了出来之后 三粒脂肪溶了 而这粒金油本身是半个糖 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 拜托不要再和我食碳水化合物 是有原因的 OK 不好意思 我想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的 OK 因为我又看到人们 在网上说 我们的盒子不漂亮 包装不漂亮 我怕你们了 我真的是一个很从善别流味的人 不过 OK 看到没有 这个新的 这个是 我们的 Cheese Platter OK 三种芝士 加果仁 还有这些饼干 脆薄薄的 想不可以我咬给你听 OK 脆薄薄的 里面是用不同的种子汗出来的 OK 这个 生童的好朋友 是否要泡泡啊 个儿子 对了 这个呢 在小店上面有的 OK 对了 接着另外 还有 看不见到 Code Cut Pink Poon OK 就是一些很好吃的 意识的冬肉 加橄榄 哇 跌到我的网上 OK 还有 就是 蕃茄 水牛芝士沙拉 OK 看不见到 上面这些香草酱 是我们自己打的 不是罐头的 好了 接着 今个星期的餐餐 现在变成这样 你别再说肉酸了 哎呀 我又跌了 这个是黑蒜 我们做了生童的黑蒜 是没有糖分 OK的 接着 这个 薄牛扒 然后 露笋腌肉卷 橄榄 还有上面一个 生童的甜品 如果我没记错 是咖啡奶冻 我先开个menu 因为 我是失忆的 我是忘记了的 OK 好了 先试试我一会儿 所以为什么我叫大家 不要担心一些无谓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我完全不担心 胆固上 胆固上也没什么很担心呢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听到这个 你应该大概会明白 OK 之前不是被人说肉酸的 现在去回这个包装了 不肉酸了吧 看不见吗 看不见吗 我先弄一会儿 我先弄一会儿 对了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OK 好了 打开给大家看 多靓仔 不要再说不靓了 OK 行不行 这一个呢 我查一下哪个打哪个先 这个是 这个是 啊 OK 豆角煎鱼鱼头 哎呀 sorry OK 你看我多低能 分不了房 豆角煎鱼球 蔬菜煎饼 不要说不够菜 这个整个对菜 这一个是生酮的 多士 OK 不要嫌真空肉酸 真空呢 你以为我们很喜欢真空吗 咬到我们 想哭 知道吗 不断地咬真空 咬到想哭 但是打算省下这些盒子 那你们嫌肉酸就没办法了 转化了 OK 好了 那这个就是 烧春鸡 还有 这个 烤地中海 杂梳 生酮的 还有一个 红茶菌啫喱 OK 这样呢 这个呢 看不看得到吗 韩式的肉片炒面 凉拌金菇 和花生糯米糍 糯米糍了在底部 这样呢 看不看得到吗 Yeah 清楚吗 OK 好 接着呢 还有 OK 你也不如展开它给大家看 OK 新铜的面包条 手做的 所以条条都不同样的 行不行 大家不要今晚上去按了 就算想要都 给一些时间 我偶尔的做吧 OK 接着呢 新铜的 这些 餐包 大家不要觉得很想要吃 看 外脆来月的 新铜面包 大家知道是很难做到 外脆来月的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都是鸿牛油 是一流的 OK OK 麻烦你 给我一把剪刀 OK 还有一样东西给大家看 我很兴奋 容许我兴奋一会儿 我很兴奋 我很兴奋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叹叹 生铜的曲奇饼 看到吗 其实我是很饱的 但我吃了一个给大家看 嗯 嗯 很好吃 看到吗 嗯 不好意思 一边吃东西一边 哈哈 给小时间我呢 今晚偶尔放上去 明天大家 再上来 按 嗯 嗯 下集我先说 你真正怕打护唇的话 如果你怕 如果怕 怕它氧化的话 是碳水化合物 你才需要怕 OK 说到这里 不准备了什么 我看看 好好吃 好大声 有了 iterium 刚才是力气 你看不到吗 让我看 这个力气 很好吃 生糖麵包 像真麵包一樣 這個很好吃 生糖麵包條 很脆 一拍一聲 我這個不是叫春 是叫扭泡泡 好 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現在是否看不到這些問題 因為很有趣 不知為甚麼 你看到我滾來滾去 只有這麼多 所以我不是不想回答你們 不要這麼光 是我回答不到 滾極就是這樣 沒有了 去不到上面 我唯有把這些問題集中 一次過回答 好嗎 我之後才能看得到 用什麼做 用椰子粉 杏仁粉 我們煮的全是用椰子油 牛油和橄欖油 煮的 翻熱完 因為沒辦法 真麵包會抽空氣 然後夾到沒有肉酸 用盒一定會比較漂亮 所以我看你們的意見 我便說 好 盒可以入微波 可以的 沒問題的 OK 好了 應該是差不多 下一集再見 繼續講講膽衝 和心臟病 拜拜